鋼鐵股力多加持,要反彈了嗎? 稍等待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經急診室,我是Cindy 歡迎我們歡迎 人員投顧的周志偉分析師 Cindy,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近期國際的鋼鐵價格在逐漸的反彈 那我們就想要問老師說 我們的鋼鐵股有沒有機會迎來大行情呢? Cindy 行情不是上游的鐵礦砂漲 中下游的就必須漲 你要記得 所有的行情都是供需 也就是鐵跟所謂的煉鐵廠對不對 相對的 它底下的不管是車用 或者是一般的基礎建設 這些需求要往上走 而且要走很久 其實鋼鐵才有希望 否則的話基本上只是曇花一現 為什麼? 因為我常跟大家講 我說一個行業 它不會說今天復甦 明天就直接衰落 了解嗎? 所以復甦一定有復甦的樣子 衰退也有衰退的樣子 那怎麼樣看出來? 來,教大家 第一個 我們的股價 各股的股價 其實跟我們的指數還是有一點相關 對 不可能是說你指數天天跌 然後你自己的股票 你買的股票會天天漲 比較難 所以為什麼給大家看說有國安請放心 意思是說現在可以做多 因為在11月26號之前 大概國安都會在 那可以做多呢 你要記得 要做多會往上的 不要做多會往下的 那怎麼看? 第一個我先給你解釋大盤 大盤呢 關鍵價現在是14300 那最近是不是漲了1000點 對啊 今天呢26號嘛 對不對? 往前看的第一個波段已經結束了 現在整理 整理完以後呢 在N字形的往上 會有第二個波段 這就是大盤 講解了大盤以後 花這條線就很明顯了 對不對? 14300一定會守 會守的話呢 相對的 你要記得 我們的股票呢 有沒有成長 成長呢 我常跟大家講 成長的力量呢 就是我們要做多的 那另外的不成長呢 叫做反向的趨勢 在衰退了嘛 對不對? 那成長力量呢 有怎麼樣? 一個特征 一定有 它的營收啊 它的盈餘啊 往上成長的正向力量 那在一個關鍵價 要記得 你這個產業 這個股票 它到底呢 講好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啊 有沒有人在台積電688的時候呢 說它會好到1000塊 有沒有? 有嘛 有嘛對不對? 結果呢688相對的 你就要槓這個關鍵價 它如果呢 講好 沒有守住688 反而往下的話 你要去懷疑 其實呢 它是反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關鍵價一定要站上 才有正向的力量 對 就像呢 這些股票 我們呢 上禮拜急診室呢 就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呢 產業向上 像呢 822的保一啊 2419的重期啊 6160的星期啊 今天是不是有漲停 對啊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看到 它們都守住關鍵價 什麼叫關鍵價? 基本上呢 攻擊發起線就是十日線 十日線呢 就是一個攻擊的關鍵價 是 所以呢 有守住十日線 經理有沒有看到都是多頭型胎 有 非常強勢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看說鋼鐵 鋼鐵的鐵礦砂呢 已經反彈了 那鋼鐵本身會不會反彈 我們要看說 這個產業到底是衰退還是反向的 關鍵價 關鍵價 很多人呢 喜歡看EPS 心底 對啊 EPS呢 成長呢 就一定會漲嗎? 不一定吧 不一定 EPS呢 只是一個觀察 觀察的指標 有成長 那呢 就是一個正向的指標 可是呢 股價如果呢 一直往下走的話 你要記得 可能呢 大家預期到後面 它是一個大衰退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中鋼 來心裡 中鋼的圖形呢 這一年多來都這樣 是 我想呢 即使是門外漢也知道了 有沒有跌破頸線 有 頸線 但是老師 他們中鋼今天不是有除息嗎 但是他今天還是跌 怎麼會這樣 除息呢 我們通常講 除息呢 如果你一個棒的股票對不對 是 一定要當天填息 對啊 即使沒有當天填息 也要當天漲停 你了解嗎 可是呢 偏偏的中鋼 今天還是黑的 對啊 今天還是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大概做了快要兩年的大頭 沒錯 兩年的大頭呢 又跌破頸線 雖然呢 跌幅呢 只有40% 不像電子股 跌了百分之五六十對不對 對 可是重點來了 中鋼呢 他本來應該很抗跌的 是啊 都已經跌了四成 你失望他回得去嗎 所以中鋼呢 我也幫大家看他的營收 他的營收呢 雖然不至於大衰退 可是呢 說著啊 成長呢 不到兩位數 比去年同期呢 成長百分之四 了解嗎 那EPS呢 也沒有說讓人家驚艷 是 那我們看他的下游 中鋼呢 把鋼煉出來以後對不對 他的下游呢 就是他的子公司 中鋼 都心鋼板 那相對的 中鋼呢 是不是也做了一個大頭 對啊 而且呢 不單單跌破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呢 中鋼喔 還有機會來到第二次 原來的高點 是 來看一下中鋼 他呢 是不是有稍微接近 對不對 有 中鋼是連接近都沒有 直接再往下攻落 沒錯 跌了六成 那我們再看看一些特殊的鋼材 做螺絲的九陽 那九陽的話呢 你要記得 九陽是業績 營收EPS 都創新高的鋼鐵庫 喔 琳琳 是 要整 啊 怎麼會這樣 財報好 了解嗎 所以你就知道說呢 其實現在呢 你要避開的就是這類股票 千千萬萬呢 他在失望的時候 他有返台 有返台呢 你要找 我剛才跟你講的 像呢 保育啊 重期啊 還有呢 經濟 這些呢 陸陸續續一波一波往上走的 這才是我們要的 謝謝老師詳細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記得一定要搜尋 周老師的like跟tellagrin喔 那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周見 掰掰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